再来看到台铁又传出的公安意外 东部铁路因为918地震受损 台铁人员持续检修 但却传出台东公务队 预理盗班4名技术人员 上午进行板式轨道调整作业时 遭弹气的铁轨疾伤 台铁局表示受伤的4人 送医检查包扎治疗后都已经出院休养 台铁也将查明事故原因 预理消防分队上午接获报案 指说克城桥区域铁轨有台铁人员 被弹起的铁轨疾伤肋骨 脚踝等部位 共有4名伤者 道场评估23岁的欧姓技术助理 左脚受伤可能有内出血比较严重 另外3人都是轻伤 陈姓技术助理两小腿撕裂伤 卸姓临时人员两腿膝盖受伤 而另一位女性临时人员则是脚踝受伤 任客村检查发生事故 来给事关的人与作业时被铁轨 谈到脚和肋骨 伤者共致敏 本局见后报告后立刻派遣玉里9193 及腰管车及东里912车前往现场 到达现场后因与事故地点有段距离 使用台铁的工作推车 将患者送至入面 经我们救护人员评估 其中一人伤势较严重 怀疑可能有内出血 其余三人不会脚步的轻伤 市人分别送往玉里农民医院及玉里直系医院 台铁局表示玉里盗班同仁 在乐乐溪桥调整应受地震灾损的板市 轨道岗轨 因作业不慎 四位同仁受伤送院 经医院检查以及包扎治疗之后 都已经出院休养 将查明事故发生原因 加以改进 避免相同事件再次发生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